你好欢迎收看2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如 县府去年底玉长大桥开工 也同步施工的西底变道赶在上周全面开放通行 南轴西乡以及玉里长梁 富里 明里等聚落社区的民众欢喜表示 终于不用用走台九线大马路雨车征道 现在可以安全又快速的往返通行 去年底跟玉长大桥同步开工的玉长西底变道 现在不在短短两个月内顺利完工通行 路过民众开心表示等很久了 以前那个桥断掉你们都怎么走啊 都走国乐那一边啊 国乐桥 现在这个是什么时候开通的 这个好像这两天吧 觉得这样有没有比较方便 当然方便啊 早就该做了 等很久了 因为从那一边那么多车子再过那一边 很不方便啊 太远了 玉长大桥在2月6号已经开始通行 从早上6点到下午6点 那夜间我们是不开放通行 那也希望用路人能够注意一下 通行时间维护自身的安全 由于玉长大桥为南卓西乡玉里长梁以及富里明里等花75线道上的社区聚落最主要的联系道路 2022年0918强震震毁玉长大桥后 这两年来居民绕路往返交通不便 绕行台九线与车征道 民众胆战心惊 多久才通达这个 我不知道 最近才通达 最近才通了 那这样有没有比较方便 有啦 这边比较没有车子 比较没有车子 也比较安全 所以走进比较快是不是 不是 比较安全 是比较安全 没有车子比较安全 从去年12月底 县政府斥资1700多万元 利用枯水期期间时做的玉长 稀底变道 全长约824公尺 宽度7公尺 越境度超前 不仅赶上了农民立村插秧 也在农历年前前夕 提供了大众便捷有安全的交通 记者石玉兰 玉立正采访报道